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最终泰坦沉默了 而他们的造物受到了血肉诅咒 摩古因此感到不安 许多代之后 当雷王统一他们时 他们抓住了属于他们的遗产 我现在真的相信 摩古认为他们在进行泰坦的工作 他们与螳螂人作战 并使用恒春国的力量创造新生命 哦 但是他们的作品真可怕 父母们不一定能保证他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当这些父母是神 而孩子是怪物的时候 这句话特别的真实 小心行事 摩古的传说中提到了雷神 又叫雷霆之王 据说他把摩古之神的心脏挖了出来 并且借由这样的残酷暴行 获得了控制风暴的能力 他的追随者全都跪倒在他面前 他们说我们会称呼你为闪电之王 但是雷神并不同意 他说闪电在瞬间出现 也在瞬间结束 但是雷就不一样了 雷霆啊 雷霆 他宣告了风暴的来临 在闪电出现之前 雷霆早已震动整片天空 在闪电的力量消失后 雷霆仍在山丘之间回荡不休 只有雷霆能使动物逃窜 使农民的心中充满恐惧 雷霆就是我的传令使 让整个大地都感受到我的力量 我就是雷霆之王 我的朋友 那个恐怖的声音 数百代以来 雷霆的声音是熊猫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听说在革命成功后 象征希望的红鹤在空中放了一条彩虹 让熊猫人知道不需要再畏惧风暴 但我今天没有看到彩虹 你有吗 每个好故事里头都有个英雄 让我们谈谈 让我们谈谈 关于自然的力量 我手中握着一把剑 我问你 谁掌握了力量 是我因为我掌握了这把剑 几千年前 摩谷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他们以铁腕统治这片土地 但随着帝国扩张 他们需要方法来管辖 他们使用横春谷的力量 以及他们那种使血肉变异的魔法 将一只凶残的蜥蜴种族扭曲塑造成活生生的武器 他们创造了一支军队 一支萨乌洛克军队 这群嗜血的野蛮人 被创造来执行皇帝的意志 啊 但创造活生生的武器会有个问题 你看出来了吗 现在掌握权力的是谁 即使脑容量只有蜥蜴那么一丁点大 那些没有心的萨乌洛克 也马上就了解他们真正的处境 他们杀死魔骨的敌人 接着 他们杀死被魔骨支配的人 很快的 他们开始杀魔骨 魔骨皇帝随即下令 清除所有的萨乌洛克 他试图抹消整个萨乌洛克族 但是没有用 时至今日 萨乌洛克仍在潘达里亚上肆虐 所以你明白了 要取的力量很容易 但不该轻易给予 哦 我似乎弄丢了我的剑了 小心行事 你在世界上最害怕的是什么 你是否征服了你的恐惧 还是你的恐惧征服了你 在大爆炸 尚未发生前的古代 魔骨皇帝统治着整个潘达里亚 我们人民被当作奴隶 而且他们非常恐惧 魔骨擅长以黑魔法和残酷的武器 给予人们痛苦与折磨 没有任何熊猫人猴人或锦鱼人 能够反抗魔骨掌控的力量 而我的人民很恐惧 是魔骨打造了盘龙脊 最倒霉的奴隶 会被送去加强盘龙脊的结构与防御 去当作螳螂人的饲料 而我的人民很恐惧 随着帝国扩张 魔骨开始利用山谷的秘密泉水 来做实验 他们用活生生的肉体与石头 打造可怕的武器 而我的人民很恐惧 由于他们的傲慢 魔骨从没预见到 使他们垮台的并不是敌人 而是那些被压迫者 当奴隶站起来的那天 他们再也不会恐惧 睁大双眼不断学习 你的力量之源是什么 想清楚再回答 许多冒险家会说 那是他们的武器 或是装备 或是具有密法力量的书籍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人民还是 魔骨帝国的奴隶的时候 我们完全被禁止 携带任何武器 我们不是战士 而没有人相信 我们能手无寸铁地 与魔骨战斗 直到康恩 破晓之拳 替我们开了眼 有一天 这个受人敬爱的僧侣 向他的奴隶同伴提出挑战 他大叫 打我 在惊讶中 被囚禁的熊猫人奴隶们 试着攻击康恩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 因为他像舞者一般地 挡住他们的拳头 也像风中的鲁尾一样 闪避他们的攻击 我们的背 因魔骨的鞭打而变得坚硬 他这样告诉他们 我们的双臂 因建造他们的堡壘而强壮 我们的心灵 因为在敌人身边工作 而变得敏锐 你们认为魔骨比较强大 我说 我们才是他们的力量 农夫 砌砖工 牧羊人 跟铁匠 他们都向康恩举功 他们说 教教我们 教我们如何战斗 而当他们揭竿而起时 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战士 你的言语 你的双手 这些才是英雄真正的工具 好好利用他们 你就能改变世界 你好啊 小心行事 你想学习关于我们最后也最伟大的皇帝 少号的事吗 我的朋友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叙述他所有的冒险故事 但他在一万年前的所作所为 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 我们知道他在翠玉林中清除了他的疑虑 他在卡萨朗蛮荒中净化了他的绝望 他在螳螂荒原克服了他的恐惧 并且他在昆来山巅 击败了愤怒仇恨与暴力 这些事迹都为人所熟知 而且有庙宇纪念这些最神圣的地方 但我希望 你能想象他结束旅程 回来站在这个山谷中的那一天 想象他站在这里时 大门为他而开 当时我们的皇帝是身上散发 纯净光芒的生物 没有怀疑 没有恐惧 没有仇恨 据说 当他走进山谷时 谷中所有的树都开花了 并一直绽放到今日 希望我们都能像我们最神圣的帝王那样活着 我们能将所有的负担放到一边 并与宇宙和谐共存 我相信 在他成为土地的一部分 并将潘大利亚藏起来 免于遭受大爆炸的恐怖之前 这就是他传递给我们的讯息 谢谢你 亲爱的皇帝 欲骄指引着你 哦 我的学生啊 你想研究螳螂人 警告你 熊猫人的边境上 到处散落着从前学生的坟墓 螳螂人是严厉的老师 每个世代 总有数量庞大的螳螂人攻击盘龙己的城墙 他们杀了许多熊猫人 所以我们也多次削减他们的数量作为回报 然而每个世代 他们都会再来攻击一次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我们熊猫人不知道答案 我们的古代文献指出 螳螂人始终都在那里 他们的起源甚至早于魔谷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熊猫人不知道答案 或许假如你跟螳螂人做朋友 并在他们之中赢得名望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秘密传授给你 但我警告你 从来没有人能跟螳螂人交朋友 我们熊猫人所知道的是 藉由残杀我们的人民 藉由屠杀成千上万的熊猫人 如此一代又一代 他们教导了我们生命的价值 生命是珍贵而又稍纵即逝的礼物 轻易地在一瞬间起灭 螳螂人教了我们这一点 再见 我来啦 我来啦 我現在沒有目標 我們再幫你 我要先找到目標 我需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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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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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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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